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记者是在第五大道号97街 这是一个中央公园入口 有些纽约客船都在溜沟 也有看到在跑步的 虽然这个面貌已经改观了 这些就是中央公园的野战医院 我相信大家很难想象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央公园在纽约 是一个很大一块的绿洲 在这么昂贵的寸土寸进的地方 可是现在居然你可以误读到 野战医院这边是有14个帐篷 可以收68个病人 有68张床 然后其中有10个是紧急的 具有急救功能 也就像类似ICU这样子的 这事实上是纽约市第一个 真正专收新冠病人的医院 那它是纽约市政府 跟一个宗教的单位 事实上是福音派他们的合作 因为现在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候 一切要以救急为先 因此事实上他们也是很感激 现在有这样的宗教团体 来在这里设野战医院 而且他们以前是在意大利 有过经验的 就帮助过意大利的 现在移到纽约市来 就必须说 当然68个床不多 它还是有急救救人的 这个实时的意义 可是象征的意义当然更大 我们现在也有望过去 这么漂亮的地方 以前大家都在这里 然后我们在左边看 看那些大楼 然后再整个望过去 这些可以说在纽约最贵的 这些房地产 为什么一看出去就是中央公园 这都不是一般人住得起的地方 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这样望出来 居然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 这等于就是在提醒纽约市民 我们现在纽约市到底是目前 是一个多么惨的状况 事实上呢 不只是在这里 现在因为病床实在不够 就算说是Javits Center 跟那个舒适号 也要开始收新冠病人 还是不够的 因此在纽约市其他地方 也在开始要盖了 野战医院 来解决目前实在是人满回患的问题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盖在这里 其实有主要原因 因为它旁边呢 再过一条 我们等一下过去看 是纽约市里头 也是美国全国最大的一个 医院叫Mont Sina 我们现在从这里走过去 我们就可以去看到 医院目前的情形是怎么样 那个粉红色那里 那个就是Mont Sina医院 它事实上在纽约非常非常有名 是全美最好的医院之一 你现在看过去左边 在那边 就是距离有这么近 然后我们现在再往前走 这个也就是Mont Sina 你可以看到 真的是很大 然后我们要特别指出一点 你现在有没有看上 有些窗户 往上面看 有没有封起来的 就是他们把一般的病房 然后转成了所谓的负压病房 因为他们的负压病房不够 所以你看上面这些 那个就是他们把它改成负压病房 应该有不少 可是事实上还是不够的 听到已经有急救车的声音 当然记者不能完全的说 这一定是新冠的患者 可是他们现在就是来开到 往这个急救中心开 只要提一下 就是现在四个人 有一个就是来负责急救的 这些工作人员 四个人中有一个就生病了 而且他们还告诉这些救护成人员 如果送到医院这个途中 这一些因病 已经发现他们手上没有脉搏 就不要进去急救了 因为要把这个呼吸器留给新冠的患者 我必须说纽约现在面临一个很紧急的状况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设备不够 在剩下几天而已 他现在在进行一个很不可能的任务 不只呼吸器一个要两个人分用 另外呢 他还要把所有各州 其他医院的呼吸器 他要统筹 就是不用那么需要的 他到医院用国民病 硬是把你的呼吸器给抢过来 然后分发给一些更需要的医院 因为现在是中央不太帮纽约州 纽约州跟川普两个现在是有点对抗的局势 川普认为州要自己做 所以川普说中央是备胎 可是纽约州说 不是 现在是一个国家警警 你不是说战争吗 你总统要当战师总统 要下来统筹 可是到现在 从一开始他认为你州自己要解决 尤其他不喜欢 科蒙太占风头 然后又批评他 所以纽约现在就是只有靠自己的状况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现在各地的火葬场 纽约市让他24小时 可以做 持续的做 这里就告诉你说 就是在处理 这不幸罹难的这些尸体 现在纽约的目前真实的状况 是这样 以上是我们的报道